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个大的类型是支持在Express Entry里面加600分的类型 另外一方面是步走一一的途径另外一套程序 所以我们从一一这个角度来讲 它下面又有分为三个项目可以给留学生们加600分 那么他们分别是联邦寄工移民 然后还有包括安省的优才计划 以及还有包括法语优秀人才计划 能不能这三个种类分别简短的和我们介绍一下呢 没有问题 那如果是安省的优才计划的申请者 它的要求就是必须你是在加拿大有一个本科的学历 同时在Express Entry的pool里面 你本身已经有了400分的分数 那么当你达到这两个条件的时候 你在池子里面同时也递交了一个有意向于在安省长期居住的意愿 那这时安省移民局它会在定期的向这一部分的申请人 发放一个东西叫做EOI 这个EOI的全称叫做Expression of Interest 我们称之为叫做邀请函 那我们其实更喜欢戏谑的叫它做一个天使的信息 因为如果说安省的审提名向你发送这个邀请函的话 就证明你有这个机会得到600分的加分 那大家都是知道的 如果是你得到了600分的加分的机会的话 那其实你在Express Entry里面的这个分数 下一轮一定是1000分以上 所以基本上就相当于是保送了 这个是优才项目 那么另外一个是我们的技工人才项目 技工人才项目里面主要是针对于在加拿大 有某些技术工种工作经验的申请人 所设置这么一个项目 那么这些项目它有一个专门的List Job List 所以如果你是从事于这个Job List里面的工作 那你是有这个机会得到EOI的 这部分的工作跟刚才我们说的第一类工作是不一样的 它主要是针对于一些技术工种 包括比如像水管工 比如说钱工 比如说飞机维修师等等等等 这是我们说的第二类 那么刚才我们说的第三类就是法语人才 那法语人才主要是安省为了吸引说英文 也能够说法语的双语人才而设定的一个移民项目 它的要求是你的法语能够达到TF的CLB7水平 同时还达到英语CLB6的这个水平 你就有可能会收到安省省提名发的一个EOI 所以这三个项目都为我们大家提供了很多选择 对 法语CLB7这个好像是一个很高的要求了吧 没错 我们大概估算过一个这样的程度 因为有不少我们的客户会问我说 Joyce 我会一点法语 他对我的移民有没有帮助 那其实我说要看你这法语能够达到哪个程度 如果说你简简单单的只是会听说读写一点点入门级的法语 其实它的帮助是非常有限的 在移民这个角度上来讲 真正正正能够实现法语 为你的移民增加分数的话 是需要你的法语达到TF的这个考试的CLB7 相当于打一个不太正式的比喻 把法语择算成雅思的话 至少是在雅思CLB7分左右 这个是很恐怖的 就比如说我们这些学了大学出来考雅思的人 他才可能达到7这个问题 对 7分其实是需要大家去努力的 对对对 更不要说这个基本没有用法语生活过的人 能达到7是很难的 除非是法语国家来的一些朋友们 没错 主要是一些法语国家的人 还有就是在国内本身是学法语专业的这种外语人才 他们走这个通道就非常便利了 是的 那这样来说的话 是优财计划以及这个技术计划会比较吸引更多的人 没错 这个刚才我们讲的这一大类 这三个项目都是能够在一一系统里面 为我们的申请人增加额外的600分机会的 那么刚才我们提到有两个大类 除了这个一一类支持的这个体系以外 还有另外一类是压根就不走Express Entry这个系统 但是也是走安省省提名的这个项目的 那么能跟我们讲解一下 详细地说一下 没有问题 那这个都是大家比较耳熟冷详的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安省硕士移民项目 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安省博士移民项目 第三个就是我们安省雇主担保移民项目了 那这些都是留学生比较经常选择的一些项目呢 或者说你个人看到的比较多的例子 是留学生做这个哪些项目呢 其实我们刚才提到的很多项目 都是直接跟我们的留学生挂钩的 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第二个大的类别里面 安省硕士移民项目 那其实就是针对于如下的一些留学生 第一个是在安省那个大学毕业 拿到了毕业证证书 第二个他的雅思积累考试 能够达到四个六 至少听说读写四个六 那么基本上符合这两个条件 你就有这个资格去申请 去申请这个项目 但前提呢就是你的周期 必须是在你的毕业两年之内 你才有这样的qualification去申请 所以它是有一个窗口的 所以在电视机前的各位硕士毕业生 一定要注意到这个问题 就是你从毕业开始到你的申请 中间的时间不能够超过 两年二十四个月 没错 那这是我们看到的硕士 那另外一方面 博士项目其实也是针对于我们安省的毕业的学生的 那么如果你是在安省博士毕业 同时呢 你会发现博士其实对于语言的要求 更加的简单 因为它几乎就没有语言要求 对 所以硕士还要考一个雅思的四个六分 但是博士的话 基本上只要你毕业 你就不需要提供雅思成绩 就直接可以去申请了 那就是说如果是博士的话 那基本上就是绝对有希望移民的了 没错 但这里我们要实事求是的说一句 即便你是硕士毕业 你也是博士毕业 但是你会发现门槛越低的话 那自然竞争者就越多 对吧 所以现在咱们安省的很多大学的硕士毕业生 或者博士毕业生 他们自身条件其实是满足了 但他们还是没有申请得上市 为什么呢 是因为现在我们的安省博士和硕士移民 这个通道 它的开放时间是不定期开放的 同时每一次开放的时间是非常有限的 换句话说 这个名额是需要大家去抢的 对 所以这就为我们很多的留学生朋友 去递交申请设置了一个障碍 所以如果电视机前的各位留学生朋友 有至于要走这个项目的话 我的建议就是你要常常的上OINP 安省移民局的网站 去看网站的最新更新的消息 然后做到有把握 才能够真正真正的实现你的移民的成功 好的 谢谢Joyce 其实我觉得移民 这个里边规则还是非常多的 而且千变万化 那其实真的是有意向要移民的人 其实应该经常的了解这个动态 包括经常向你们这些移民顾问 询问最近有哪些变化 什么时候开放等等这些问题 那我听说这个6月25号 你们会有一个是移民局的项目说明会 那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具体有哪些内容会在这个说明会上 具体进行说明呢 好的 6月25号的时候 安省移民局发布了一个项目说明会 在这个项目说明会上 安省移民局就现在目前所有的 安省现行的移民项目的某些项目 做了一些改动 那么我觉得对于电视机前的 特别是留学生朋友来讲 最大的最关心的一个点 就是在于硕士移民项目的一个改动 主要是体现在它的雅思成绩的 有效期这一点上 那么目前硕士移民 所有的申请者雅思有效期 必须是12个月 也就是说如果说你在 抢到名额递交申请的时候 你的雅思成绩 它在过去的12个月之内是有效的 这是现行安省政策当中 唯一一个对雅思的要求 是只有12个月有效期的一个项目 其他的所有的要求 所有项目的其他要求 都是24个月内有效 所以在这个项目说明会上 安省移民局的项目说明人 他就发布了一个好的消息 就告诉大家 从2019年4月份开始 硕士项目的假司有效期 从12月一直延续到了24个月 保证了它和其他的项目 在语言这个要求上面是一样的 我觉得对于广大的申请者来讲 这是一个很好的消息 好的 谢谢Joyce 那如果电视间观众朋友没有想要了解这个6月25号的说明会的话 那要怎么样才能去参加或者说收看呢 这个项目说明会是由安省移民局 专门是邀请了我们持牌顾问才能够去参加的一个项目说明会 它并不是对于public都能够开放的 所以没有关系可以直接通过我们向大家传递一手的真实和准确的信息 好的 谢谢Joyce 在节目的最后有没有什么想对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说的呢 我觉得所有的事情的成功都不是一天能够完成的 所有的事情的成功都需要前期的准备计划和很好的谋划而成功的 所以我希望在座的所有的电视机前的留学生们 能够提早的规划你们的移民计划 一步一步的来一定会实现你们的移民的目标的 好的 谢谢Joyce 也谢谢今天观众朋友们 如果想要了解更多这个移民知识的话呢 可以向我们Joyce请教 好 谢谢大家收看本次节目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大家拜拜 再见 by bwd6